最近我在读一本书叫做人类的起源 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话题 甚至很多还是反直觉的 比如这个 稍微了解一点人类起源的朋友 一定知道我们最早的祖先是生活在非洲的 然后再随着迁徙慢慢就遍布了整个世界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欧洲人尤其是北欧人 跟咱们祖先的肤色差异有那么大呢 一个是黑的油亮 一个是白的发光 为什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有第二个更加有趣的问题 欧洲人的皮肤是在什么时候变白的 你可以先思考一下 然后把答案写在留言区 稍后再看看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 好 那么我就开始揭晓了 位于赤道附近的非洲 常年受到太阳的直射 所以此外线异常强烈 而脱去了毛发 当然我说的是像动物那样浓密的毛发 其实你仔细看 我们的身体上下还是布满了这种 短小但是非常稀疏的喊毛的 不过他们就无法像浓密的毛发那样 遮当紫外线 于是如果不做任何的处理的话 人类祖先早就会被直接塞死 或者是罹患皮肤癌生出畸形的胎儿 我们也就灰飞湮灭 化作空气不复存在了嘛 怎么办 人类皮肤当中特殊的黑素细胞 就站了出来 扛起了顶天立地的责任 制造出黑色素来帮助我们阻绝紫外线 但相应的 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皮肤变黑了 所以你会发现 紫外线越是强烈的地方 人们的肤色就会越深 因为在这儿 主角过量紫外线是生存下来的 关键 随着人类从非洲开始往外迁徙 有一些人类就来到了 纬度较高的地方生活了 比方说北欧 这里太阳常年都是斜着照射下来的 所以阳光稀少 紫外线就不多了 哪里只是不多 是相当的稀缺了 黑色素在这儿不但变得多余 反而还有些碍事 因为矛盾的人类既害怕紫外线 又需要紫外线 我们的身体必须要吸收适量的紫外线 才能够自行合成维生素D 而这种东西则会帮助我们吸收钙质 避免骨质疏松和骨骼变形 要知道 这也是威胁人类生存的重要因素 那怎么办呢 让黑素细胞躺平就好了 少干点活 不要制造那么多的黑色素 将自己变成白人 就能够在这儿生存下去了 好 以上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而且你看似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也呼之欲出了对不对 既然欧洲人变白是为了生存下去 那么他们变白的时间 应该就会是在自己的祖先 迁徙过去的不久之后 远一点可能会是在百万年以前 近一点也应该有个数十万年的历史了吧 毕竟那会儿尼安德特人 已经分布到了欧洲了 但是最新的研究却告诉我们 直到5000年前 在欧洲大陆上奔跑着的 依然是基因未经突变的一帮黑人 意不意外啊 这个结论一开始也把科学界给吓坏了 5000年的时间真的是短到了不可思议啊 所以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这一切可能跟农业有关啊 早期的欧洲黑人 虽然晒不到足够的直白线 合成维生素地 但是他们的食物来源呢 种类却非常的丰富啊 各种植物海鲜肉类 都可以帮助他们摄取丰富的维生素地 从而不会缺钙 但是啊 当人类进入到农业社会 人们开始以农作物为主 是对加工穀物和淀粉的依赖程度 也逐渐提高 食物多样性的缺乏呢 就导致了维生素地的缺乏 而一旦从食物获取足够维生素地的 这道大门关闭 人体呢就只好另寻解决之道了 那就是让黑素细胞发生突变 从老膜变成滥汉 欧洲人终于是越来越白了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欧洲人变白竟然靠的是农业 而关于农业 书里面还有一个更加颠覆认知 那就是农业 在使人类变得富足这件事情上 也许不但没有起到正想的作用 反而还拖了后腿 简直是不可思议对不对 这和传统认知基本上是相左的嘛 但是啊 却拓关了我们的思维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图景 于是就能够挑出框架 收获属于自己的思考了 这个呢就是读书的意义了 马上又是423世界读书日了 所以咱们一起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里面 捧起一本好书 让知识涨涨涨